注意看中国擂台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血案 日本五大女星来中国踢换 惨为三大女王飞袭爆头 瞬间猝死擂台 擂台立马变成手术台 不料最终抢救失败 事情的起因是日本五大女星来中国拍戏 结果在片场竟然当众欺负中国姑娘 对中国姑娘拳打脚踢 甚至当众扇起了耳光 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 甚至还羞辱中国武术 就是小孩打架 而日本武术才是天下敌 中国武术无非就是哄小孩的把戏罢了 根本不堪一击 我们日本武术才是真正的世界敌 接下来我准备去中国踢馆 中国人准备好受死吧 好观众朋友们正在出场的选手 身着红色小短袖 没有错 他便是来自日本的武打女明星 大逼方美 但是成为武打女星之前 他是拍一加二级的片子 好注意看 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跪下来了 这叫未在新降 但当然他有可能是知道自己 这是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战 所以说跪下来磕一个 因为这个擂台有可能会变成 他的人生坟场 好以前是拍一加二级片子的 虽然说现在是山鸡变成了凤凰 拍起了武打片 但观众朋友们 山鸡变凤凰终究还是一个鸡 好再注意看本场比赛 我们的中方选手 正是眼前的三打一截 厄美爹 厄美爹有一点我非常欣赏 就是他打起老外的时候 绝不会心慈手软 好不注意看 红方选手 红色拳道便是三打一截厄美爹 他是我们中国的 三打大满贯选手 而蓝方选手蓝色拳道 便是日本的武打女星 大逼方美 好注意看 比赛刚一开始 厄美爹便火力全开 观众朋友们 打日本人就该这么狠 因为小日本是典型的 欺软怕硬的类型 如果你表现出一丝的怯懦 一丝的害怕 他会像一条疯狗一样 咬着你不放 但如果你表现得很强硬 他会立马跪下来 求你别打了 方美 allergic 有时候拳凳可以 拳凳可以 你uet 他的头肚啊 其实都不再会做一些摇闪 所以 对对对 因为这二美蝶的拳下那么准 他用这样挡是没有用的 已经开始被打晕了 打晕了 哇这个二美蝶 蜡手吹花 二美蝶还开始耍他 前手拳在转 因为他的后手太准了 打得非常准 对一打人就飞出去了 转转跑们这就是专业打手 和电影演员的区别 对方会点三脚猫功夫啊 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但殊不知在职业选手面前 对方啊 可能连陪练的资格都算不上 跑出一看比赛时间 过去了一分半的时间了 但二美蝶我感觉百分之 包说三成了 两成的力都没出 只边玩边打 属于在戏耍玩弄对手 哇可是是有点后脑啊 呃这个没有完全打阵 是 好继续 二美蝶其实都是用 反向 然后他直接都会起他的后手 直接后手之圈塞进去 非常的准 对手要抓防手反击 其实都抓不到 可是二美蝶有他自己的步法 好细击 细击 没有 实力上确实战 对 因为他不需要打防手反击的 所以他不做特帅了 直接打出去了 对 对 因为 反而贴近这个 二美蝶 二美蝶的步法非常地厉害 我相信看到大逼方美啊 被打到这么惨 很多日本的男同胞啊 男性肯定感到很心疼 因为对方在日本有一个外号 叫做 小 苍井空 所以说 她是无数日本男性 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她们的女神 好 这一下 脸先着地 现在对方是一个武打女星 玩的是刀枪棍棒 但以前她也算是一个武打女星 只不过拍摄场地在床上 然后在这个 二美蝶 其实她做色彩 很早在踹脸 后续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女比赛结束了 打得有点爆头 鼠串了 前手球晃晃晃 打进去 来了 赶快来 又有点在 紧到神圈那边了 鼠串都打歪了 在之前呢 这个 俄国的女拳手啊 就被这个 厄美迪亚打到 没办法支撑下去 这个有几次 特别总的迎击 对 还有副级 都是这个厄美迪亚 非常的专项 日本选手很顽强 防守都还想打出 人军晃晃晃那招啊 在问他跟谁学的 第二集比赛开始了 这也是战友优势的时候 可能能够做出 对 晃晃晃晃 来 晚宁 反手反击 对 这个 失去平衡 右手摆选 这个侧串 这场比赛可以说 没有任何技术层面上 可分析的特点 我们只需要看 俄美迪如何 爆打这个日本武打女性就行了 当然 这个武打女性也很配合 他很主动 他并不是主动打人 而是主动挨揍 而且本场比赛很明显 我们的红方选手 厄美迪也没有很认真 他得故意的玩弄对手 对方在厄美迪面前 那真是漏洞百出 只要想KO的话 厄美迪可以随时随地 KO这个武打女性 再试一件新招 试一件实验 打得漂亮一点 好闪掉了 那赶快压进去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但运动这个日本运动 也一般来说他就蛮强的 你看看他放弯又打了 被打了很多次 但他不会被击到 然后大兵方面 在这个攻击距离之外 做这些步法的闪躲 是没有用的 你要在攻击之 范围之内做闪躲 才是有用的 他就可以控制距离 看来大兵方美 是希望能够有一些主动进攻 因为这是好像是第二位 这个J-Girl 被二美迪来揍 之前二美迪也是打了 这个韩国的J-Girl 也是一个美女 李自苑 一个万兔 直接打进去了 这个日本武打女性 还是很蛮强 被这么打下去 还能坚持 还不认输 而且他现在冒的 可是被打毁容的风险 如果真打毁容了 回到日本 他的见仇 可能会大打折扣 我觉得此时他不认输 并不是他有骨气 而是他没有自知之明 因为他认为自己还有机会 可能他还没有认清现实 看起来这些任命牵手 现在主动一点 主动一点 就是主具危险性 这个是一个 这个肯定KO了 这个太残酷了 美迪 反正旁边就像我们说的 只要二美迪想要KO对手 那就是一瞬之间的事 好 注意看 对方已经是口鼻喷血 感觉整个人已经是不行了 赶紧赶紧把兽医叫上来 保护动物 人人有责 看到此行此景 我想起了一首悲伤的歌曲 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聊天转弦的歌曲 我地转有点 海开心的梦谷 唱出点音乐世界 唱出点音乐世界 5号的舞蹈 唱出点音乐世界 单转的音乐世界 狂狂的妖牌 投票今天的日子 又生活的话 都是我们的笑容